大家好,我是橘子 今天用茄子和鸡蛋做好吃的 我长这么大也是第一次吃 真的是超香啊 首先把茄子洗净之后 削去外皮,上下各切三刀 注意头部不要切断 像这样子就行了 把切好的茄子放在盆中 加入两勺淀粉 这个时候不管你用什么抓拌的方式 只要把每根茄子条上面 都裹满淀粉就行了 像这样子 接下来再准备三个鸡蛋搅散 倒在茄子上面 拿起茄子转动一下 使鸡蛋液渗入到里面 撕每一根茄子条都裹满鸡蛋液 再准备一些面包糠 撒上一些黑芝麻,抓拌均匀 把茄子放在里面 让每一根茄子上面都沾上面包糠 用手再拍打一下 这样防止面包糠 在下锅之后脱落 接下来起锅烧油 油温烧到五成热的时候 把茄子放进里面 洗着茄子头 每一面都给它炸五秒钟左右 炸的时候一边炸一边抖散 等到茄子条全部都炸散开 然后把另一头放进锅里 这样用中火炸至 炸至一面金黄 给它翻另一面 使两面都受热均匀 这一步我全程没有用快劲的镜头 这样方便大家能够看清 两面都炸至金黄色 用筷子滑动的时候 有响声就可以出锅了 控油之后把它放在案板上 为了方便使用 再把它切成小段 装盘之后依据个人的口味 再挤入一些番茄沙丝 也或者是沙拉酱 一盘香喷喷的炸茄子 就做好了 这样做出来的茄子 口感上真的非常的香 特别好吃 茄子我是经常吃 但是这个做法还是第一次 口感上真的是特别受欢迎 我吃一次就喜欢上了 如果你喜欢也赶紧试试做吧